台南山上水稻博物馆 国庆日正式对外开放 四天廉价进场游客数一举突破12万人次 成功带动了地方的观光 成了热门景点 不过有眼睛的网友发现了 这园区里的装置艺术 包括灯柱等等都有被破坏的现象 夸张的是还有民众是擅自爬墙进入的 入口处排起长长人龙 大家都是为了参观在国庆盛大开幕的 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 但参观期间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园区的装置艺术遭到破坏 人潮多啦 太多人了 也是希望民众多一点功德心啦 园区因为是国定古迹 那它其实是一个蛮具有历史背景的古迹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而后来的民众可以就是去把它保存 它去把它维护它 园区内的物品从装置艺术到灯柱等 都有被破坏的现象 甚至还有违规民众爬围墙进入 面对种种负面问题 原方也十分无奈 但他们只能先把损坏的物品 放在仓库等待修复 像草皮也践踏非常严重 那这些情况都是这几天内的造成的一个现象 大家可以多多爱护我们的公物 然后也爱惜我们的这个园区内的环境 花园水稻博物馆开幕期间 山上居民台南市民享有门票全面的优惠 因此吸引大量人潮 四天的廉价进场游客数一举突破12万人次 成为台南最热门的打卡景点 但园区人员也再次呼吁大家要好好爱惜 别让得来不一的成果 会于一旦 记得黄富奇台南报导